在劇集《逆天奇案2》中 飾演森Sir的陳展鵬 和阿Wing的林夏美 關係仍然處於膠著狀態 觀眾對兩人的復合熱切期待 這集他們就返回中學舊地重遊 不僅勾起少年時的回憶 占拼還露兩手 很瀟灑地走攬日 其實我很想 我剛才說 我很想打 不過我又怕妝容了 一會拍大頭就不漂亮 因為我們吃飯的時候 你可以打 所以她是最辛苦坐在這裡 是最辛苦 是最辛苦 展坦知道你平時打乒乓球 就很厲害 但打籃球自己有沒有打開 你問了我同一個問題 我剛才也是這樣問 乒乓球也不是很厲害 OK 籃球反而那段時間 是打很久的 學校有很多籃球場 打了四五年的時候 也是校隊 因為當時沒辦法 很多學校都有籃球場 還有籃球比較有型 很厲害 她很隨便就入球了 所以其實我們是否符合 可能是因為她擁有 就是因為一支一球 很膚淺 其實昨晚我練了很久 劇組特別找來羅玉兒 和劉仲鵬 飾演詹炳和美美的少年時期 債體樣當然有出入 但是捕捉神魂方面 兩位都覺得挺相似 我覺得我相信她的 她是演得好 我剛才也有看了 我覺得她的感覺挺好 還有我們一起合作了 發言人 她都已經是太熟悉我 但是真的感覺挺像 她的笑容和整個感覺都挺像 Yuki之前已經飾演過一次 美美的少年時期 不過這次的角色 就和之前截然不同 所以她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尊嚴 我特意看《易天一》 就是抽回美美和展鵬的 兩個人的戲 他們怎樣演繹 我也有參考 我自己就和導演談 其實年輕的展鵬 是應該有什麼不同 還是完全一樣 因為我們這條線是很關鍵 我現在年輕我一流 但是很關鍵 因為他們其實《易天一》的時候 是有機會復合的 就是復合的看我們這一場的發揮 待會那一場就是打籃球 我就給他一點水 這個壞人 突然偷偷我一口 搞到別人的小鹿亂撞 鹿在我的眼睛衝出來 那種愛情的萌芽的感覺 就是這裡開始